哈喽朋友大家好 各位过年好 老话说的好 出一饺子出二面 所以今天咱们吃个小龙虾 左边这是麻辣的 右边这是蒜蓉的 中间这是麻辣拼蒜蓉的 这另外一个我就不让你们猜了 我还准备了三只红磨虾 红红火火 我今儿才挑战一下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那面条今儿怎么也得吃点 我煮了一小碗面条 咱们往这面条里面稍微倒一点蒜蓉小龙虾的汤 再稍微倒一点麻辣小龙虾的汤 这也不能倒太多啊 这汤稍微有点咸 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汉名字 再加上一小碗麻辣 差不多了 虽然我只给这麻酱放了一天加 但它也心满意足了 咱来口这个热乎的面条 待会我再吃这个红磨虾 这面条煮太劲头了 又加了蒜蓉和麻辣小龙虾两个汤汁嘛 特别有味儿 这麻将吃太过瘾了 好香 爽 再尝尝这个蒜蓉小龙虾 上边放了好多蒜蓉 嗯 哇 太顺略了 这个味儿 稍微倒点麻酱 加上麻酱以后这个味儿恰到好处 好吃 这么吃小龙虾这太贵了 嗯 再尝尝这个麻辣小龙虾啊 让它裹满汤汁 嗯 麻的味儿十足 因为在那个麻辣汤里泡了好久了 所以这个虾肉都特别入味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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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不管是蒜蓉还是麻辣 跟麻酱配合在一块 我妈 太好吃了 来口面汤了 嗯 嗯 嗯 你们不会怀疑我在喝麻酱吧 我再来挑战一下这个红墨虾 看看这次虾脑完不完整 嗯 嗯 嗯 也碎了 我就不吃这个虾脑了吧 为啥我看人家包的虾脑都可完整了 我这怎么一包就碎呀 是我解冻方式有问题吗 尝一口啊 还得吃虾肉啊 虾肉太甜了 我再包一个啊 再包一个试试 这次可能要成功 哎呦 又碎了 可能这个虾脑就跟我无缘吧 我还是踏踏实实吃虾肉吧 哇 这个虾肉比上一只虾肉还大啊 沾满小溜汁 哇 我这虾肉好滑呀 我最后再给它一次机会 哇 成功了 成功了 成功了我也不太想吃 确实吃不下去啊 那个味不太适应 哎呀 这次虾线也直接给蹬出来了 最后一个虾肉啊 也是 沾满小溜汁 多转一转 看着它有食欲了 这么吃的太nif了 哦 哦 行了 就是这样了 最后一串这个小龙虾串收尾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 记得三流 拜拜